advent 多年前我曾經接觸競技疊杯這項運動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夢想 好想要自己製作疊杯來玩 好本來是要做迷你杯的 但是因為一些限制 好導致製作的失敗 好所以我讓他放大一點 好這次重算是完成了 好所以這是算是一個人夢計畫 好 我帶大家來看它到底怎麼是被製作出來的 Let's go 那這邊是透過Sully Wars所建立的 那這部分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有一些限制嘛 我讓大家看一下 主要的限制是因為呢 因為碟杯它要做收盒 所以不管你在內壁還是外壁做加厚的動作 它都有可能會有乾涉的清醒 所以產生說它沒有辦法變得太小 有人可能會疑問說那小的話帝後變小就好了 因為我的3C列印的設備呢 它噴頭是0.4 所以在小於0.8的時候 它的列印的過程可能會產生失敗 帝後會破洞 所導致的這個因素 我才讓它加大的 那中間這邊呢 是透過螺絲螺帽的原理 那這邊的做法呢 就是用數學關係式以及布林運算 那有興趣的人呢 我會放在底下的連結 你可以去參考那邊的一些參考介面 好的那這邊軟體這邊呢 就是基本上只有底部這裡 需要做支撐的動作的 那這裡我是把支撐角度設定在85度 讓它支撐這裡就好了 那基本上 列印的過程呢 不會太困難 只是說你的速度要放慢一點 那記得你的壁後呢 最好是噴頭的兩倍 最少要兩倍以上 這樣子比較不會在列印的時候 你的壁後會破洞 那列印螺絲跟螺帽這部分呢 是不需要開支撐的 如果你開的支撐可能會造成 列印後的一些組裝的困擾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些 好 這邊要特別注意些 那在栽制針這邊呢是蠻容易的 甚至根本不用工具 用手就可以把它剝開了 那就是很輕鬆的可以去完成它的 好我終於完成了兩組的競技碟杯了 這邊除了開心以外更多的是感動 因為這是一個十年的圓夢計畫 我總算是做到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作品的話 歡迎用多種方式來支持我 那這邊呢我也會把檔案放在底下的連結 有興趣的人你可以去下載來製作 並參考我的製作方式 那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對於碟杯的碟法玩法有興趣的 我也會放在底下的連結 你可以去參考那邊的教學影片 好以及特別要強調一點 這個自製的碟杯呢是不能拿來做比賽的 如果你要比賽請去買專用的比賽杯 好那我們就來看經濟碟杯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